好我们昨天新闻中有带您关心 这网友po在网络上一段影片 就一对父子在一家面店用餐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这老先生吃得满嘴都是 这儿子不但凶爸爸 甚至拿毛巾擦他的时候 其实蛮用力的 最后还打了一下爸爸的头 网友看了之后就说 真是太过分了 这不孝子要发动人肉搜索 不过也有网友看到这画面 替这儿子说话 他们说照顾失智老人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体谅 饭才吃到一半 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 突然站起身来 走到老父亲身旁 拿着手巾粗鲁的 帮爸爸擦起双手和脖子 离开前还拍打父亲的后脑勺 就是这个举动 让其他客人看不下去 男子回到座位 还一直盯着父亲看 连父亲甩手也立刻出手制止 网友说男子狠心 自己吃饭配菜 却让爸爸一直吃着白米饭 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 自己吃饭啊 然后吃配菜 然后他爸爸就只有吃白饭 他就会瞪他 然后就会过去帮他 就是帮他头 帮好几次 就是类似他家务 是关了人家什么事 影片拍摄点就位在万华 这家面店 老板说这对父子是店里的常客 只不过有好一阵子 没有看到父子俩 老板可以冷处理 网友却指正利利 有人骂畜生 不会将心比心 甚至想发动人肉搜索 博也有网友替儿子说话 强调照顾失事症患者不容易 如果是不孝子 怎么会想带父亲出门吃饭 有不少感同身受的死女帮腔 但怎么说出手打爸爸 就是不对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